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妖族希望能与天族联姻 造成两族交好 叶华 哦 不知对方看重的是我们天族哪位皇子 启禀天君 听说妖族的二公主雪宁公主一直倾心于 帝 帝君 所以 一直没有出生的东华说道 所以如何 所以 妖族希望能够将二公主加入太陈宫 凤九原本有点瞌睡 在听到说妖族公主要加入太陈宫 瞌睡立刻醒了一半 我不同意 帝后 这是朝会之事 即便您是帝后 也无权干涉帝君的决定 更不能代替帝君做决定 凤九 哦 那若是本帝后之一干涉呢 你能奈我何 你 你一介女流之辈 怎能如此不分事情轻重缓急 凤九冷亨一生 第一 我是青秋女君 即便今日我不是东华之妻 你也应当称我一生女君 第二 现在我既已加入太陈宫 身为东华帝君的妻子 这四海八荒的地后 牵扯到四海八荒的安慰 我如何能坐视不理 只靠联姻来维持和平 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第三 我们青秋一族的习俗 此古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在我们青秋从来没有二女共事一夫的道理 所以 无论是本帝后刚刚说的哪一条 作为臣子的你 首先要先尊敬了韩伟一生女君 而不是在此大言不惭地说这些无用之说 你 东华原本想替凤九说出几句 但自己还未出手 便看到如今的她 已经能独立承担其青秋女君的称号 此时的她 身上是放出的气场 却是他人始料未及的 同样 作为凤九的姑姑白浅 原本在听到说要东华取妖族公主之事 本来想替凤九回绝 但叶华却用手拍了拍她 事意莫及 不要轻举妄动 先看一看凤九再说 如今她也不再是当初有点事 就跑到自己怀中撒娇诉苦的小女孩了 看到这 白浅也是松了一口气 凤九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你是想说东华帝君还未说话 我一个女流之辈说的话 怎可代替她 凤九见仙者没有说话 倒也不急 缓缓地转过身 坐到东华旁边 带着些许撒娇口吻说道 刚刚你都听到了 为了维护两族的安稳 为了这四海八荒 你要取纳妖族公主 你可以愿意 东华 我早已说过 我东华帝君生生世世唯一的帝后 只有你白凤九一人 扫了谈下一眼 其余的 根本就不劳本君浪费时间 凤九 可是 若是这样 我可是会被人叫成红颜祸水的 东华依旧淡然道 本君的帝后 何时需要他人来安排了 语气听起来很平淡 但台下的仙者 此时却全身冒冷汗 其他仙者们见东华如此 忙站起来拱手作一 沉等不敢 凤九满意的点点头 回头看了看台下那位仙者 不知这位仙者可还有一件 帝君 若是这样的话 一旦两族开战 结果无法得知啊 东华却十分淡然道 无妨 左右不就是打一架吗 左右我天族从不惧怕开战 想来本君也许就没有让苍和剑出来透透气了 此次倒不是为一个良机 天君 你说是不是 叶华点点头 嗯 既然如此 以后这种话题就不要再说了 今日朝会到此 散会吧 朝会结束 凤九本可以自己起来 但此时心中还惦念着刚刚那个局面 心中难免不舒服 啦啦啦东华 东华 怎么了 凤九指了指自己 累了 起不来了 东华 是不是坐时间太长了 凤九 你抱我回去 东华难得看凤九对自己如此撒娇 心中很是开心 好 随后指了指自己的唇 亲亲我 我就抱你回去 凤九 还有人没离开了 东华扫了一眼 朝会上还有一多半没有离开的仙者 看着此时此景的这一幕 不禁目瞪口呆 这 这是那个不问世事 冷心冷肺的东华帝君吗 怎么一到地后这里 就成了要糖吃的撒娇宝宝了呢 东华无视掉这些 无妨 你别给我些动力 否则我没有力气 凤九奈何 谁叫是自己挑起的这个头呢 把鸡 一口 在东华唇上狠狠地轻了一个响声 随后东华喜滋滋地抱着凤九回了胎城宫 二人身后的白浅和叶华 自然也是目瞪口呆 白浅更是惊呆不已 想想当初自己为了凤九那样骂东华帝君 他都一个字没有反驳 如此一想 如今东华这副模样 倒也不奇怪 再看到如今东华这样 知道他对凤九真的是疼爱 作为姑姑 心中自然也是放心 也为他高兴 几千年的执着 终究是没有白付出 叶华事实地也凑到白浅面前 指了指自己的唇 浅浅 我也要 白浅搬了搬自己的身子 看了看台下的臣子 都还没走呢 回去再给你 叶华摇摇头 不行 回去是回去的 但现在是现在的 你看东华帝君那么老都能这样 我们这么年轻 这些更没有关系 一白浅 你真是 让人家看见了 如何评价你这天君 叶华 我不在乎 白浅没有办法 说了句好吧 随后也是 把鸡 一口亲了叶华 叶华也是十分开心 好似打了鸡血似的抱着白浅回了喜无功 只留下还未离开的仙者们 久久缓不过神来 这 今天自己都是大开眼界了 先是万年冰山东华帝君撒娇所吻 而后是一向淡然的天君也是如此 看样子 天界之后的这些十日又有八卦可以聊了 东华抱着凤九一路走回太成宫的景象 被一路的仙鹅看到 凤九原本是想出了朝会 就让他将自己放下 二人一同走回去 可谁想 东华却说 既然要做 就要将他做完 说好抱着回去 如今还没到太成功 怎能将他放下 说完还在怀中颠了颠 凤九只觉得这一路自己像是被观赏的宠物 自己恨不得找个个缝钻进去 进入大殿 东华小心翼翼将凤九放到座殿上 看着他半天泪说只字片语 反而气鼓鼓的在那不知在想什么 东华心中变了然 纵然刚刚在朝会上 他显示自己的君王气度 但只要牵扯到自己 心中定然觉得不舒服 东华将他的手放到自己的掌心 蹲下身来 仰望着他 小白 可是心中不痛快 凤九带着些许赌气道 没有 东华 不如我们回青秋住些时日 凤九 上次我说回青秋 你说要先回这边 怎能今日又忽然要回去了 东华 上次没有答应你回去 是因为我让崇林帮我办些事 但是这件事我又不想让你知道 想给你个惊喜 现在是时候了 凤九 惊喜 东华 是啊 凤九 是什么 东华 现在不能说 等咱们回去了你就知道了 凤九 哼 别以为你几句好话 就能让我忘了刚刚在朝会上的事 我严重怀疑 今日你要我随你去朝会就是一项阴谋 东华 怎会 凤九 你这样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也不奇怪 东华 我的小白自然是最聪明的 你说的不错 今日确实是我故意带你去的 只因我知道那些人的想法 但 我又怕之后会有只字片语的留言传到你这里 你定会胡思乱想 所以倒是你通过他人知道今日之事 倒不如我直接带你一起 要你在当场 凤九 说得好像我多善度一样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东华 当然没有 只不过我不惜我们之间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哪怕只是一句留言也不行 东华对凤九的心意到底是如何 凤九不是感觉不到 看东华蹲在自己面前 一直一个姿势 且一直在耐心同讲明 想想试问这天地间又有谁能让他做到如此 凤九将东华拉至自己旁边 软软的靠过去 帝君 我都知道 今日之事即便你不说 我也能理解 想来那位先者也并无恶意 也是为了两足着想 若 凤九顿了顿 四寸片刻 若将来有一日 真的一定要你娶他人才能换来八荒六合的安宁 我 我不会阻拦 凤九说完最后一句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